躺在擔架上的男子音音一息 已经没有意识 消防人员不放弃希望 持续抢救 有幸男子被发现时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怎么这么严重 因为他当时连人带车 摔落100公尺深的山谷 上午11点02分 有明昭在下方炮脚 结果听到一连串撞击声 货车就这么从上方坠落 25岁的游行驾驶 开着3.5吨钟的货车 到餐厅送食品原料 疑似就在这近90度的弯道失控 货车就在这下坡大转弯出 疑似车速过快 整台车闲时冲撞护栏之后 直接跌落100多公尺深的溪谷 货车被大石卡住 没有再往下掉 但整台货车严重变形 车后方几乎被压扁 车前也因为滚落时 不断撞击山壁 上了送货栏全掉在溪里 溪谷落差高度大 消防人员只能以绳索下降 徒步救援 男子衰弱当下就被发现 但松衣抢救后还是不知 他整个都是登山步道 有的甚至要攀爬溪谷 然后才发现到救援的地点 马祖库公共温泉山路蜿蜒 但这弯道先遣业外国人 不算衰落溪谷 送货游行驾驶 虽然及时被发现 依旧没能挽回一命